有句话叫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但最近咱们在AI圈经常看到这话被反了过来 贵到要死的大模型往往说免费就免费 随便下下来就能直接用 700亿参数的LAMA2 训练成本3000万人民币免费 3140亿参数的Group 1 成本不知道还要翻几倍 也免费 烧了这么多钱的模型 一甩手就贡献给全人类 扎克伯格和马斯克 这是整着想入党嘛 这个悬念先按下布表 另一边OpenAI这个浓眉大眼 名字里就带了开放的公司 它反倒不开放 GPT4,GPT4O这些神乎其神的新模型 别说具体参数了 连网络结构都看不到 在开源这件事上 AI圈真是怪而又怪 当初一脸正气的藏着掖着 曾经万夫所指的却乐善好施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小妹也请坐 我是林逸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AI圈最让人困惑 火药味最浓的一个话题 大模型的开源与必源之争 那一上来咱们先讲讲开源这个概念 咱们知道早期的电脑都是学术圈在用 学术圈发论文本来就讲究一个研究生本公开 所以一开始的电脑软件就没有必源这个概念 都是把源代码开放出来的 但计算机普及之后 人民群众对各种乱七八糟功能的需求 催生了一块巨大的软件市场 加上版权保护法案的落实 软件就变成要花钱买的商品了 今天咱们可能觉得买软件这事挺正常的 即使是盗版用 至少也不会觉得软件付费是错的 但对当年的老一辈技术爱好者来说 本来软件代码都是共享的 后来的付费软件里用的很多代码 可能都是曾经他们写的 所以他们是真觉得这事不合理 就像假如说今天开始学术论文 突然都要付费才能阅读了 那咱们这代人也会觉得很难以接受一样 于是一帮坚持知识共享的赛博传统派 就分化了出来 继续捍卫代码开放的理念 这也是为什么开源这个概念的核心 并不是免费更不是盗版 开源讲究的是人类智慧 就应该是共有共享的 基于前人的成果做出来了东西 前人的无私精神成就了你 所以你也应该继续把成果无私的分享给后人 在这样的理念下 开源社区创造出了许多群体智慧奇迹 比如大名鼎鼎的Linux操作系统 还在早期版本的时候 就已经有来自30个国家的开发者 贡献上传代码 而且在统计表里 还可以看到有些人 甚至都不是来自利益相关的科技公司 就是纯爱好者 这就是共同的开源精神 把这群人聚在了一块 迸发出了远超单一个体的技术力量 那今天AI圈热火朝天的开源大戏 也是这种无私精神的延续吗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先说名字里就带着开放的OpenAI OpenAI起步的时候 绝对是稳稳地站到了道德高地上 15年底的时候 人工智能风头正盛的谷歌 聚集了大量的顶尖AI人才 又收购了开发出AlphaGo的 Deepmind公司强强联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后来OpenAI的CEO Sam Altman 和科技圈顶顶大名的Belan Musk走到了一起 按理说这两个人的组合其实非常不 1415年的时候 Sam Altman就已经很笃定地 想要把强人工智能 也就是传说中那个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最终AI给打造出来 甚至他后来招人的时候 都是先问你相不相信强人工智能这个问题 只招同样坚信这个东西的 而另一边 Elon Musk则是出了名的担忧AI失控 担忧强人工智能毁灭人类 这么两个对AI的愿景互相冲突的人 咋就聚一块了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的谷歌 去年5月 Elon Musk在采访里提到 他曾经跟谷歌创始人之一 Larry Page 常聊过AI的风险问题 结果他觉得 Larry压根就没把这种威胁当回事 另一边 Sam Altman虽然对强人工智能充满渴望 但他也觉得这东西不能谷歌一家掌控 需要向全世界开源分享 不能冷不防的突然放纯 让全人类措手不及 于是Elon Musk出钱 Sam Altman出力 2015年底 OpenAI成币了 不过到这儿呢 咱们还露了一个关键人物 往回退半年 2015年中的时候 Sam Altman拉上Elon Musk 和另一个人一起吃了顿饭 这个人 就是后来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Ilias Skyward Ilias的技术实力非常过硬 他师从Geoffrey Hinton 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 当天在Geoffrey的实验室 做研究的时候 有天Ilias就跟老师说 自己在做的项目 需要一门全新的编程语言 可以大大提升效率 Geoffrey一听 就劝这个年轻人 不要钻牛角尖 花几个月的时间 从头写一门语言 太耽误了 结果Ilias就说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 这门语言 我今天花了一早上 已经写好了 有了这么个奇才 OpenAI稳稳地踏上了 这条以强人工智能 为终点的探索之路 2017年 谷歌的AI研究团队 发了一篇论文 介绍了一种叫 Transformer的 全新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这篇论文 在谷歌并没有掀起 多大的浪花 但在Ilias的眼里 这就是解锁 下一轮AI浪潮的金钥匙 OpenAI的CTO Greg Brockman 就回忆说 Ilias一看完这篇论文 当场就喊出来 就是他了 这种新结构 让AI模型 跟着持续提升 在Ilias的极力推动下 OpenAI大胆地走上了 这条扩增模型规模的道路 2018年 OpenAI发布了 1.17亿参数的GPT网络 而下一年的GPT2 参数规模 直接跳到了惊人的15亿 OpenAI的这次大胆冒险 也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奖励 AI模型 第一次表现出了 人类一样的 潜似造具能力 GPT2开源发布出来之后 许多人开始担忧 AI在生产假新闻 引导网络社区舆论方面 可能带来的威胁 但这恰恰证明了 OpenAI坚持开源精神的意义 全人类有了一个 精确了解AI进展的机会 并能为之提前进行讨论 做好准备 而GPT本身能够成型 也离不开开源精神 把谷歌研究者的成果 和OpenAI工程师们的 决心串联在一起 可以说这轮大模型技术的 早期发展史 就是开源精神 大方一彩的一段 人类协作佳话 可是每段理想主义故事 都逃不开结局的那一天 而OpenAI的戏剧性转折 则是来的稍早了一些 随着模型规模的持续激增 虔诚了问题了 资本一上线 勾心斗角 而与我诈这些东西 就要赚出来了 一开始OpenAI做的 都是强化学习开源平台 训练AA打打游戏 这种规模有限的项目 虽说花的钱也不少 但跟大语言模型训练 这种投入完全比不了 而且这个全新方向 完全是一个巨额投入 伴随天量回报的 超级资本增长点 当这么个东西摆在眼前 任何人的心态 都一定会受到影响 首先是Elon Musk OpenAI诞生之初 致力于抗衡谷歌独大的时候 马斯克真就是个宠溺的慈善家 但当这个小孩子 真的捡到一把绝世身兵的时候 马斯克的父爱 刷一下就变味了 在后来OpenAI 公布出来的往来邮件里 可以看到 马斯克认为OpenAI 如果继续开放研究成果 就会帮助到竞争对手谷歌 但咱们可别忘了 OpenAI的GPT能成 其实也完全离不开 谷歌公开出来的论文 这是一边喝着水 一边就把挖井人给忘了 而更加图穷比线的是 马斯克还提出 为了和谷歌抗衡 OpenAI应该由他来控股 与他旗下的电动车公司 特斯拉和航天公司 SpaceX一道 统一由他来管理 直接把OpenAI的开源理念 摁在地上摩擦 这下两边就彻底谈不拢 马斯克切断了与OpenAI的联系 带走了他的所有资金 这时候怎么继续推进研究 甚至怎么活下去 都成了OpenAI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事咱们之前的视频里讲 为了兼顾开放与商业融资 Sam Altman给OpenAI设立了一个 用来吸收资金的 有限合伙子公司 受非盈利的OpenAI母公司控制 子公司可以赚钱 但赚到超过100倍之后 多出来的钱 就都要交回给母公司 在这种开创性的架构设计下 披着开放精神礼服的OpenAI 开始与资本孤舞 2019年 微软宣布向OpenAI投资10亿美元 后续又累计投资超过130亿美元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2022年 OpenAI发布了1750亿参数的GPT3 震撼整个血迹 而紧随其后的GPT3.5和ChatGPT 更是引爆全球互联网 让每个人都参与到了 这场与AI的对话中来 然而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 与资本共母的OpenAI 还能不能继续坚持理想主义 也被打上了问号 从GPT3开始 OpenAI就不再开源发布 完整网络结构和权重 23年底的驱逐Sam Altman事件 更是让外界觉得 OpenAI的商业化 是不是已经走了太快 理想主义派要如此的大动干戈 而在这件事上 最为借题发挥的 就是OpenAI曾经的老父亲马斯克 他直接把OpenAI告上法庭 指控OpenAI违反了当初的投资协议 要求他们开放技术 并且偿还他当年提供的资金 这笔钱对马斯克并不是什么大数 所以重点肯定还是落在了 施压OpenAI技术公开上 可马斯克的动机 真的只是人类大爱吗 在后来OpenAI公开的网来邮件里 可以看到 在马斯克与OpenAI决裂前 首席科学家Elia 就和他交流过要不要继续保持技术完全透明的问题 Elia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打磨一个安全的AGI 比直接做一个不考虑安全问题的AGI的工作量要大得多 基于这个假设 越是到了接近强人工智能阶段 就越要对技术的公开保持慎重 不然人类见到的第一个AGI 就很可能是不安全 到那时被AI蹂躏的支离破碎的人类社会 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打造一个安全的AGI出来了 至于说共有共享的开放理念 完全可以通过把AI创造的财富回馈给全人类 把AI的使用权分享给全人类来实现 在邮件里面 马斯克对Elia的观点明确表示了认同 可在ChatGPT名声大噪之后 没拿到核心技术的马斯克 又成了必须开放原代码的坚定用户者 2023年马斯克又成立了一家叫XAI的新公司 才半年多就发布了对标ChatGPT的聊天服务ground 并且开源发布了它底层3,140亿参数的超大模型 可是这么大的一个模型 有几台电脑能跑得起来呢 XAI并没有发布训练代码 也没有像其他大模型那样 发布小尺寸个人用户也能用的版本 说该上了把新闻头条以外 对整个开源AI社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反倒是不久之后 XAI自己借着新闻的热度 拿了60亿美元的投资 这就让人更加怀疑 开源这个概念在马斯克这儿 到底是主意还是生意 当然另一边的OpenAI 也并不是冰情欲结白无暇 依恋设想的安全优先 技术保密 收益共享的思路 并没有被很好的执行 ChatGPT对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开放使用 GPT商店和ChatGPT也屡屡爆出隐私泄漏等等安全问题 甚至连Elia自己都在今年5月正式离开了OpenAI 曾经作为立身之本的开放精神 在与资本共舞的这段旅程中所剩几何呢 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也并不乐观 那曾经由屠龙少年OpenAI开启的这条大模型开源之路 就此就走到头了吗 其实倒也未必 开头呢 咱们就讲开源精神的核心 就是人类共享智慧成果 你帮我 我在帮他 这种美德 所以开源社区呢 本来就是群测群立东边不亮西边亮 现在OpenAI的火面可能是暗淡的 但另一边META又正熊熊燃烧着 首先AI圈大名鼎鼎的PyTorch 今天大量AI研究的基础工具 就是当年META的前身Facebook的AI研究团队 开源出来的机器学习框架 而大模型时代到来之后 二三年初META又率先开源了650亿参数的LAMA 基于这个基底模型 大量的改进版模型 面向不同领域的专用版模型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包括大家经常调侃的一些国内的换皮模型 在LAMA之后呢 开源AI社区总共诞生了7000多个衍生版本 大大加速了全球范围大模型研究的进程 今年4月呢 META又发布了80亿参数和700亿参数 两个版本的LAMA3 再次拉升了全世界AI研究的基准水平 可比起OpenAI META更是一家彻头彻尾的商业公司 OpenAI为了搞点钱 已经把自己折腾的快要 或者可以说已经背离了初心了 那难道META就能平衡好商业利益 开源精神吗 他还真有这个希望 在LAMA3发布之后的一次深度访谈里呢 扎克伯格就提到META很早就尝到过开源的甜头 今天咱们可能比较熟悉 Facebook Instagram这些社交爱 但其实META曾经做过一件对互联网产业 影响更加深远的事 就是Open Compute Project 开源计算项目 当年因为用户体量大 Facebook的网站运营成本非常高 所以公司大举投入 进行网站基础硬件设施的优化 并且从09年开始呢 就持续的对外分享 逐渐的呢 把所有服务器 网络交换机和数据中心的设计 都开源公布了出去 结果呢 就善有善报了 由于Facebook的方案确实好 越来越多的公司呢 都开始抄作业 除了群测群力进一步改善了方案以外了 一个更大的影响是 整个产业的标准都统一了 工厂呢 开始批量生产方案里需要的硬件 采购成本 快速下降 Facebook总够省了几十亿美元 因为Meta的用户体量呢 真的太大了 所以通过开源统一行业标准 它就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应 那到了AI时代 Meta呢 自然就要复刻这个成功案例 现在AI行业正在起步结论 当越来越多的大模型 基于LAMA去开发 越来越多的厂商 推出基于LAMA衍生模型的服务 那整个行业都会围绕着它去生长 软硬件加速支持 数据处理标准 上下有软件接口标准 都会逐渐变成LAMA的形状 到时候Meta享用的 就是一个按自己的AI标准 量身打造的低成本产业链 无论是靠广告 还是靠什么新的营利模式 Meta都可以第一时间 在这个巨大的生态上 开发出新的增长点 所以咱们也能看到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Meta在大模型上 越是做慈善 就越被投资市场认可 反而真金白银地赚到了钱 自从2021年底 扎克伯格宣布要砸300亿美元 做元宇宙 Meta的股价就一路走低 可转型AI慈善家之后 反倒是一转公式 过去12个月涨了超过130% 真就是左手面包 右手理想 两边不耽误 当然Meta依然谈不上 什么白莲花 戏毒LAMA的条款可以发现 开发者不能用跟LAMA的对话 去训别的语言模型 另外如果是越活跃用户 超过7亿的大公司 还需要获得Meta的单独取肯才行 感觉像是给某几家 中国企业量身定做的 纯粹的开源精神 绝对的理想主义还存在吗 至少在今天咱们讲的 这几家大公司上 是不可能了 当然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公司总得做事 总得发展 咱们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如今AI圈子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的 生图技术 Stable Diffusion 它衍生的各种AI做图模型 涵盖了千奇百怪的画风 形成了一套 从底层工具 到上层应用的庞大生态 可在背后的公司 Stability AI 是因为没有找到 合适的营收模式 管理层震荡 CEO出走 又不得不裁员 现在已经沦落到了 寻求出售的状态 所以那些能做到 把知识成果分享出来的公司 无论它动机如何 只要这些成果 真的实实在在的 为开源社区 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那就都是值得感谢的 后人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 再做出新的 更棒的成果 即使公司的名字 甚至项目的名字 有天被遗忘 这些成果 依然会活在那些未来的项目中 陪伴着一代又一代 人类群鹰 一直一直的走下去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灵异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 公司共创共赢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也愈悦愈试呢 暑假我们会在深圳 举办一场好玩的 AI项目开发大赛 叫AID 大致计划呢 就是咱们做点好玩的项目 就像我这些视频这样 不追求有啥用 主打一个乐 然后定个日子呢 咱们齐聚深圳交流认识一下 大家互相交流 了解一下各自的技术和创意 一起把最好玩的项目选出来 我再录个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进官网链接先报个名 看看具体规则 有机会的话呢 咱们就深圳先下见了